然后再做一个倒角 就完成这一题 我们来试试看 3D移动 不过你们要慢慢习惯 3D移动 点下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他会问你说物件 你要移动物件就它 按空白键 空白键之后的话 基准点在哪里呢 基准点在这里 对不对 移到哪里呢 你们这时候可以移动 移到这一个端点上面 所以你看到端点就是正方形的时候 点一下 移进去了 这个两个它现在叠在一起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样呢 就是要把它插击掉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过去把它插击掉 所以这个技巧后面用很多 很多地方如果说哪个形状 你要把它挖空的话 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实体放进去 插击掉就好了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插击 很简单嘛 上面不是有插击 插击点下去之后的话 第一个请你先选要留下来的 要留下来的 按空白键 第二个先选什么 再选什么 要去掉的 就它 对不对 就这个 记得不要选错 你一定要看清楚 你不要说放在上面就点下去 不对 一定要等到它怎么样呢 又会出现什么 一块的 一整块的时候呢 一整块的时候 像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点下去 不过有时候这个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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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点 有点那个 线上面可能比较好 好 那你就点它之后 选到 点到 按空白键 如果你没有选到的话 奇怪 再一次 其实应该很简单 先选它 这个大的 空白键 再选小的 小的 选它了 空白键 就去掉了 有没有 这是诀窍 很多人 很多同学就是奇怪 为什么老师做的很简单 点下去它就不见了 可是我点半天都点不掉 记得就是 尤其是第二个你要插几条的时候 你不要很随性点 你要慢慢移动上去 看到有虚线 再把它插几条 这是诀窍 这来里面这个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也是一样 要画一个方块 那这个方块呢 我讲过它的 就一半就好了 所以它x是50 逗点 高的话呢 也是一样25 我们要插几条 跟它那个上面那半部一样25 逗点 然后深度的话要15 就往里面深度 15就好了 应该是 这样好像会有问题 跟这